来关注倒数77天的总统大选了 此刻外界都很关注的是 蓝白联姻到底能不能够成呢 好看起来蓝白盒还在瞧 而且卡关了 到底是谁在拖呢 距离总统大选登记11月20号 只剩下23天了 时间秀一下 骚纵即逝 马上一转眼就到了 但是双方还在瞧 先来看 倒数23天 蓝白双方的态度了 柯文哲他说 他说希望呢 是在最短时间之内 把问题解决 他说我知道有困难性 但是凡是第一次都相当困难 真正最后期限是11月20号 好这是柯文哲强调的 他说超过就要登记了 好那就没瞧好 就再也没办法了 好不过呢 他也就是话风一转 他说常常会努力到最后一秒 做任何事情不要一开始就放弃 那感觉柯文哲的态度也是很想要谈嘛 很想要赶快有个结果 但也许他自己心中有他的考量 所以目前双方还没有达到一个共识 那这件事情呢 这个侯友宜竞选办公室也有就是发言了 包括了发言人这个李立真 他批评柯文哲的说法是自相矛盾 好他也点出了矛盾点一 他说柯文哲一方面说不可能在11月19号宣布谈判破裂 花一个晚上找副总统 所以呢要10月底前确定蓝白盒 矛盾点2 一方面柯文哲宣称要努力到最后一刻 所以期限是11月20号 他认为呢这个柯文哲的谈话 有一点自相矛盾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其实双方都很着急 那尤其蓝音的部分侯友宜部分 看起来是比较着急一点点的 那侯友宜本人呢 则是去拜拜 我是讲真的 他真的去拜拜 他求月老相助 外界就猜啦 他是不是想要让这个月老 拜托拜托 让这个蓝白成功联姻吗 那侯友宜他也表示了 他说 小海城隍庙是全台最有名的月下老人 要求姻缘都会来这里 那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对此表态的 还有这个侯友宜办公室的召集人 柯知恩他也说话了 他说目前看起来登记时间 是在11月20号之后啦 所以呢 时间看起来还是有的 只是剩比较少 所以呢他也表示 他说协商包罗万象 包括了侯友宜朱利伦 柯文哲等等都会是这双方到底能不能够联姻成功当中的非常重要的角色了 好 那联合报的社论也评论了 就是他评论整件事情看起来 在侯友宜之前表态说 有条件不坚持选政的情况之下 侯柯佩 柯侯佩都可以 好 社论中强调了 国民党内普遍肯定侯友宜已经展现莫大的诚意跟善意了 确实是哦 不只是他社论评论 那一天我看到这个侯友宜表态说 不坚持要当政的 诶 我有有点吓到诶 我说诶 好像看起来是让步的感觉咯 那这个社论中也提到了 对于柯文哲公开承认民众党政党实力不足啊 却还死采着虚无的全民调 为结清唯一条件 谱不以为然 同时主张 不必再等柯文哲的声音是渐渐浮现了 而且呢 这个社论中评论了 蓝白河现在变成了蓝白拖 双方隔空交锋再拖下去 恐怕会演变成蓝白战了 好 而且呢 这个目前看起来公布时间了嘛 11月20号就是 政府总统登记的一个时刻了 到24号 时间真的不多了 倒数23天 蓝白会战吗 可能战时还不会 因为双方已经在协商了 主要是现在蓝白河进入了政党协商的阶段 那过去呢 柯文哲曾经举例说 他自己是急重症的医师 习惯在最后30秒做决定 但这样 侯友宜说 他们过去10天来 拖过了多少个30秒 侯友宜他还提到了 他说他自己在担任警察的时候 为了国家跟人民 经常是一秒钟决定自己的生死 就要做决定了 那侯友宜是再度喊话 柯文哲不要再拖了 毕竟11月20号就要登记了 倒数23天 而此刻呢 柯文哲态度放软了 他喊出了要尊重国民党 他说他30秒可以决定别人的生死 那如果这时间呢 拖过了多少个30秒 原定27号蓝白阵营要做协商 但柯文哲拖到月底才要回应 决定对象的一面间 后遗不满柯文哲拖太久 真正的跌弹是11月20号 因为10月20号就登记了 之后就再也没有办法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 我们常常是努力到最后一秒 这也符合我们这个 外科集中症医师的态度 我何友宜一生 为国家为人民 在羌年大年当中成长 我是一秒钟 一秒钟决定我自己的生死 柯文哲 三十秒决定别人的生死 都没有决定 一个医生一个警探 如今两位总统参选人 要比下决策速度 后遗态度硬起来 政党协商他说了算 我是最重要的角色 要不要娶要不要嫁 不是没人说了算 是我说了算 所以这个选票上面要怎么排 我觉得我是可以尊重 国民党的意见 政府谈不拢距离登记总统时间 剩下不到一个月 立委的德卫呼吁说 党内还有副首立委不分区 国民党应该为蓝白河设下断点 蓝白河要跟时间赛跑 无论是设下断点 还是合作全力冲刺 人在主帅们的营念之间 解留世卫以嘉宇 蓝白河进度卡关了 那蓝白原本是昨天要举行政党协商 但因为民众党改期延到了下个礼拜 今天选战倒数77天 那蓝绿白到底谁民调数字是领先的呢 这是美丽岛电子报所公布的最新民调 我们把数字提供给您了 第59波的最新民调了 那从数字中你可以看得到 在三角都战局之下 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 他的支持度是来到了34.7% 是位居第一名的位置 那柯文哲呢 他是以24%是位居第二名的位置 侯友宜是23.5% 是暂时是在第三名的位置 那从这份民调当中你看到 相较于其他两位啦 这个民进党的赖清德是 看起来领先蛮多的 差不多10个百分点 那侯友宜跟柯文哲两个人 蓝白缠斗 差距缩短到只剩下0.5个百分点了 你看差距这么小 其实就是因为为什么现在此刻 就是蓝白一定要整合的原因了 差这么少 两个人赶快瞧一瞧 但是是不是就是因为民调数字 都遥遥领先 所以赖清德 他的态度感觉有点老神在在 躺着选的感觉 甚至是好啊你蓝白就继续吵啊 我就看你们吵的那种感觉 而且呢似乎有一点得过且过 有得过且过吗 有 大学生认证 不是我说的 大学生说的 那主要是赖清德他去海洋大学 演讲的时候 学生提问嘛 发问 想问问题 问的也不是什么敏感问题啦 问的是国家未来的问题 结果呢被这个学校的校长两度打断他的发言之外 赖清德他在回答学生时候的态度 学生评价他觉得赖清德回答的是得过且过 对此呢侯友宜他也评论了 他说赖清德就像是国王的新衣一语被道破 好那徐晓星他则是认为啊 学生呢为什么想问 学生觉得如果现在不问的话 未来你根本没有机会问 还有 学生可能会害怕被测译肉搜 不敢提问嘛 所以想趁着这个场合 有没有 赶快来提问 但没有想到 整个过程 学生评价 赖清德的回应 他觉得得过且过 好像就是那样子啊 然后还有个亮点也成为外界关注 热烈讨论的焦点 就是这整场活动 学生在提问的时候 这个学校的校长是两度 抢过麦克风 打断学生发言 而且呢 这个校长呢 还当众拜托学生 他说今天是讨论这个海洋政策的问题 你不要问其他的问题 台湾不是这个言论自由吗 那这个校长为什么 就是打断学生的发问呢 那校长的行为也被批评 说他的文人风骨荡然无存 包括了中山大学政研所的教授 都点出了这个校长的两大问题 直言这个校长的这种行为 对赖清德年轻选票 没有帮助只有伤害 海大校长居然当众跟学生拜托 要学生对赖清德提问下手别那么重 打断学生的提问 让现场与会者跟媒体都傻眼 打断一次还不够 听到建瑞提问 校长又出手护驾 就这么怕赖清德被问吗 问题是校长在致辞时 还特别强调这个原则 下一句话马上让行政中立破功 网友看完痛批文人风骨 已经荡然无存 没看过这么想当官的校长 连提问受检视都不敢 更有人酸真忠心 让我想起狗对主人的感觉 只是搞到校长都自发性救驾 不能想象赖清德进到校园 学生对他有多大的质疑 看起来年轻人现在有一股 对于政党轮替是有期待 而且对赖清德的一些说法上 总觉得会比较通犯 我想赖清德在校园的应对上 目前从这几场看起来 对他的信念票只有伤没有包 赖清德走进校园 抢公年轻票 结果校长似乎帮倒忙 反倒加深赖清德不能问的形象 赖清德怕事哭笑不得 建林俊峰林陈佑台北报道 不能问吗 从这个校长的动作看起来 确实感觉是不能问 而且两次打断 对此时事评论员陈凤夕他分析了 为什么不能问 主要是这个学生 他问得太好了 批判得太好了 那正是因为这个年轻人 未来还有好几十年的人生 所以大学生觉醒了 他们才会对国家的长远规划 感到很担心 但是很可惜不能问 对于他们如此诚恳的提问 赖清德却从来没有正面的回应过 其实我们在观察 就台湾最近这几年 最严重的一个状况就是 没有人再愿意为台湾做十年播话 二十年播话 动不动就是我这四年能够做到什么样子 我就觉得很OK了 我就已经觉得很了不起了 可是你要知道政策如果不能延续去看十年 看二十年的话 台湾的发展一定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所以台湾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 是没有长远规划的能力 而且大家也不相信 我觉得年轻人问得对 你不做十年规划 那我二十年之后怎么办 因为这年轻人都是有未来六十年 七十年八十年的这个时间 要在台湾的 所以对于你只有想到2024 想到2028这件事情 他们心里头很害怕 这个害怕是对的 因为任何四年的规划 都不会是带给我们更长远的发展 所以我对他光是这一件事情 他批判的就太好了 为什么年轻人对支持民进党快速的流失 他们所提的问题 都是直接的大灾问 那为什么会因为你的政策 而产生了这么多 我们认为有不合理 而认为有贪腐的一些情况 他们现在都直求对决 可是直求对决 有没有得到赖清德的直求回应 没有 都没有 其实议题都没有 我觉得这才是在校园里头 不断发酵的一个状况 校长你可以去表达你的政治立场 是 但是你的政治立场 恰恰就凸显出来 你距离年轻人已经太远了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